病毒爆发后莫斯科全程开始戒严 但并没有见到一人选择戴上口罩 听着外面不停响起的警报 伊拉不禁开始担心起妈妈的安危 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门铃声 透过猫眼一看兴起的发现竟然是妈妈 可刚打开门差点没将她吓死在当场 只见妈妈的双眼发红明显已经感染了病毒 关上门的那一刻还将老人的手指夹在了中间 老人请求女儿放自己进去 可伊拉丝毫没有顾及亲情 一把将老人的手推了出去警力的房门 虽然老人感染了病毒但她意识上心 不停地拉着把手祈求女儿能让自己回家 听到老人的哀求伊拉悲痛万回 此时安托走出房间指责伊拉明明外婆 就在外面为什么不开门 焦急的伊拉不想解释催促安托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 尼克穿好衣服偷偷地走出了安雅的房间 打算返回莫斯科救出前妻和儿子 没想到还是被父亲发现 尼克告诉父亲如果早上还没有回来就带着安雅先走 围棋厅后并没有阻碍 可莫斯科全程戒严又该如何才能进场 原来在病毒爆发之后 尼克就发现运送食物的车辆可以随意进驱 于是他混进了一辆冷藏车 等关卡的士兵查看时发现上面挂的全是猪肉 此时的车主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要是被发现起码蹲上个十年大牢 为了以防万一士兵果断上车查看 幸好没有发现尼克藏身的地方 刚醒过来的安雅就发现了尼克留下的字体 告诉他自己返回莫斯科救儿子不用为他担心 得知情况的安雅焦急万文 也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巨大的响声 此时的维琪举着望远镜朝邻居家看去 正有两名穿着军装的男人徘徊在李昂的家门口与李昂交谈 维琪轻声地说 李昂要是脑袋清醒就不会放他们进去 可还没等他话说完 李昂毫无戒备地将两人带进房间 看到陌生人后妻子玛丽亚立马警觉起来 李昂急忙解释说 他们只是来排查一下有没有人感染不用担心 可令李昂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摘掉头盔后立马便宜 先是夸赞起他家里的电视机不符 丝毫没有提起关于感染的问题 此时的李昂也发现情况不多 请他们排查完立马离开 可没想到其中一个男人描上了玛丽亚 言语挑衅地说他的身材不错 听到这句话后玛丽亚惊恐万分 此时的李昂也慌了拿起照片 说他认识一些部队的将军 想以这些人强大的背景吓跑两人 可都世界末日了谁还吃这一套 还没等李昂反应过来 直接一枪霸子将其放逃 吓得沙发上的玛丽亚大声尖叫 没多久就将他家里的电视机搬到了车上 此时的围棋利用望远镜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检查枪里的子弹防止这些人骚扰自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抢完电视机的两人还觉得不过瘾 看到玛丽亚还怀着孕就更加的小 竟然一蓝将她拖走